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太阴变得不亮 然后天亮呢也变得不亮 所以说总体上来讲 这个天极和太阴在深工作命 不如在影工作命更强一些 记者同僚格这都没有什么可说的 性格呢也是一样 我们就过掉不去说了 所有适合的这个职业方向都是相同的 因为它本身变化不大 但是的话呢就相当于是说 你的这个格局小了一些 这个状态呢差了一点点 然后我们看这个石干丝化 有点点差别的 比如假年生人 假年生人呢丝化型不见 假年破我羊一个都不见 这个时候呢路存在嵌一共 路存在嵌一共 医生呢事业平顺 这个平顺说的就是平平 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这个造化 或者说你也不要有太多的想法了 适合做职员 外出求职以可 女命呢太阳在夫妻宫化际 不利感情 就这个位置 但是呢这个状况呢要比上一个命局呢要好很多 因为上一个命局呢是太阳落线的化际 这个位置呢是太阳望化际 是吧 假设我们说这个如果说克丈夫的 这个克的程度的话呢 显然上一个命盘克的程度要更重 比如那个能克死 这个克不死 是吧 因为这个太阳本身是旺 有这样的一种差分 区别 但是也不是完全绝对啊 这儿如果说我割了个晴阳 我又割了个什么火星 那这个也很重 对吧 然后我们看这个以年生人啊 命宫呢天机化陆 然后呢太阳化际 有一个天域 然后关禄宫里边天莲化全 有一个天魁 所以他有一个魁月照命 是吧 还有什么呢 这个陆全这两个过来啊 说明一生的事业运能够比较稳定 能够得贵人提携 适合于在国企或者大型私企里面去工作 那就是说应该他的这种工作的 一生的这种事业运还是不错的 只不过这太阳化际会怎么样呢 会非常的啊 情绪化 说白了就是你人生的这种 你的性格啊 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这种缺陷 丙年啊 丙年生人命宫里边天机化全 那天机在这化全了 财博宫里边呢 天灯化陆 啊 适合做投资策划 或者只有 这个自由职业啊 公职等等 这个是没有多大变化的 丙年生人呢 哎 这叫什么三七家会 都有了 三七家会 叫正商两途均有机会啊 事业上的这种 有巨大的这种发展 嘛 这个呢 跟上一个那个命宫不同的是什么呢 上一个那个 上一个盘那种状态的话呢 他还有一个双路朝圆啊 但是这个没有 所以呢 格局呢 就要比上一张盘要差一些啊 啊 雾年生人呢 命宫里边啊 太阴化全 啊 这个全 太阴化全 然后呢 天机化际 是吧 此年生人呢 往往容易给自己啊 定位偏师 做事容易颠三到四 啊 以从事技术性的工作 以服从指挥为好啊 就让你干嘛就干嘛 为什么呢 天机化际呢 就容易做事情的话呢 你的想法都有问题啊 就是领导想的事情 跟你想的 总是拧着的 那你做的事情 或者你有想法 肯定是 不合时宜啊 就是他容易这个样子 然后呢 太阴呢 又过于表现去化全 就会造成这个样子啊 所以呢 你最好呢 你不要让这个太阴化全表现出来啊 也不要让这个天机化际表现出来 你最好就让你干嘛 你干嘛 你自己别拿主意 别出主意啊 出主意呢 就就会有问题了啊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 比如天机在命功化际的这种啊 容易叫什么呢 叫乌鸦嘴 就是因为你想的是错的 但是你一想这种错的 你一说呢 错的东西就容易实现啊 但你好的好的说了不管用 但是错的你一说 别人保证兑现 就出现这种情况 几年生人呢 关禄宫里边啊 我们看这个天联化科 然后呢 有奎月照命 社会从事公职 或者是教育机构 科研单位 共职 做这种文化研究啊 等等 这个样子 更年生人啊 命功里边 太阴化科 然后有一个录存 所以呢 这个是比较稳定的啊 比较稳的这样的一种表现 天联化际呢 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在财务宫里面 花劲 这财运是有影响的 那你要是做 自己做生意 做老板的话 显然就不适合啊 所以你从事什么 文化艺术啊 或者自由职业 这些方面 这个太阴化科的话呢 就在文化 文艺方面啊 艺术方面都有 都有这个 这个这样的天赋了 然后再加上存 那是可以的 新年生人 四画星不见 这个 聚门化陆呢 去冲财博啊 财博呢 得到一个陆 就去冲 然后呢 这个拳呢 去冲一下这个官路啊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 也能够给它提升 提升一点点 就事业的这种状况呢 提升 提升一个点点 所以适合走什么 文职路线啊 做普通的职员 踏踏实实的工作为好 人见生人 官路宫里边呢 这个 天联化陆了啊 天联化陆 但是呢 这个秦阳同工呢 秦阳是落县 一从事什么呢 从事啊 就用公职 公检法或者技术岗位为家 大家就用技术性质 鬼年圣人呢 太阳化科啊 命宫里边太阳化科 然后呢 在这个六合的工位上 建了一个滑鹿啊 叫科明路案 科明路案 官路宫里边有露存 是吧 这适合公职 学术研究啊 或者是高校教育工作啊 等等 这个天津和太阴的深宫做命 它的一个大运的状况呢 和上一张盘呢 相差呢 这个不大啊 它的这个状况呢 差不太多 哪里不一样呢 就是太阳呢 在比如说大运逆行的话 走在第三部大运的太阳望 这个状态是不错的 然后呢 如果大运是顺行啊 第三部运呢 聚门路线啊 这个不好 然后呢 天相呢 这个也一般 得这个天梁这个运呢 平啊 但是呢 会受到这种太阳望的 这样的一个冲照 能够提升一些 这个大运的表现啊 每一个大运的表现 我就不去说它了 跟上一张盘的差别呢 不太大 大家呢 去把它这个 自己看一下啊 记一下 我们接着给大家讲这个 《斗书全书》里边的古随附啊 说 论命必推心善恶 拒破情阳性必刚 辅相同良性必好 火结空谈性不长 仓取路基清秀桥 阴阳左右最慈祥 那这三句的话呢 是 这样一听呢 大家应该是能听懂的啊 就是它是 这个这个比较简单的 这要干嘛呢 你要看这个星的山恶啊 对吧 星的山恶 聚门 破君 晴阳啊 这些星的状态都是 称之为叫比较 比较刚的啊 比较刚强刚烈的那种性质的话 说主什么呢 主唇舌是非 口舌是非 聚门 破君 全都主 口舌是非 加煞 伤残 再有煞星来去同工的话 就容易有伤残这样的状况 或者叫破败 伤残 破败 这两个呢是不同的状态啊 所以你不是伤残 就是破败 辅相 同良 是这四颗星啊 天辅 天相 天同 天良 这四颗星呢 性质呢 都非常的 好善啊 那么 火星 地节 地空 贪狼 这些性质呢 就变得 这叫什么呢 无常 这样的一种状态 文昌 文曲 路存 天机 清秀 清秀 这个灵巧 太阴 太阳 左辅 右臂 慈香 所以最好是见什么呢 见这个 我们看啊 说 昌曲 路基 守命 不加四煞 主人 磊落 英华 前提是 不为 不为羊駝 火灵 同工 凑合 或者是 冲照 聪明 秀丽 亦当 富贵 如 阴阳 左右 守命 不加煞 这个阴阳 左右守命的话 那也就是说 他在这个 丑工或者卫工的时候 日月可以同工 左右也可以同工了 这个时候呢 不加煞 主人清奇 敦厚 度量宽宏 富贵之论 加煞就 显然就是会 对他有影响 五破 真摊 充河 屈全顾贵 羊駝 七杀 相杂 互见 则伤 那么 我们看 他说 生命 三合 欲 无取 破均 连针 和贪狼 守照 更得 化吉 富贵 必宜 这几颗星呢 它都是这种 拼杀的这种状态 然后 像这个 连针和贪狼 这两颗星 其实都是属于 叫这种 经商的 经商的星 你得化吉 才富贵 要知 要知 紫薇能详 七杀 威权 能使羊駝 相善 故 紫薇 同 居 命功 顾家 紫薇呢 如果 因为有一种状态 就是 两组星 去组合的时候 比如说 紫薇和破均 同工 是可以的 紫薇和破均 同工的话呢 那么这个 无曲 必然也会跟 这个 应该是 贪狼吧 去同工 然后这个破均 然后这个 连针 可能就跟七杀同工 他这种 他一下就变成了六个 六颗星人状态 说 在冲合一可 但 七杀 阳灵 终非吉兆之药 到老 意不得山中也 所以 这个凶星的话呢 到最终的话呢 还是要对人 要有影响 贪狼 连针 破均 饿 七杀 晴阳 陀罗雄 这都不用说了 这些星都是 反复在强调 火星 灵星 专做祸 结空 伤史 祸重重 这个伤 只是天伤 史 只是天使 天伤和天使 这两颗星呢 是一组 他们呢 是在 牵一弓的 一左一右 对吧 所以我们前面 大家在群里面 讨论的时候 说到这个天伤 天伤呢 这个 在某个流年上呢 它容易造成 这种重大的问题的 是要重视的一颗星 巨门 寄星 皆不及 运身 命献 寄相逢 说什么呢 说 这个 寄星 乃多管之神 十二宫 身命 二献 逢之 皆主不及 况 巨门 巨门 本非 即要 若 现地 化死 何即 之有 巨门 化祭 巨门 落现在 化祭 就更糟糕 所以巨门 化祭本身呢 就是 就是 就是不利的 你就发现 这个古书里面 没有提到说 巨门 化祭会 会坐牢的 这种情况 但是呢 从现在的 这个表现上来说 就它的这个 类像表现上来说呢 是可以这样去理解的 更兼 太岁 官府至 官非口舌 绝不空 这个是说的是 太岁和官府 这两个 复兴 巨门 巨门 又相遇 管教灾病 两相攻 巨门和巨门 这两个星 然后 七杀守身 终始妖 贪狼入庙 必为娼 这个呢 说的呢 其实是很绝对的 说的是很绝对的 但是其实它是 是有条件的 不是说 七杀守身的人 全都是 枣王 他是有这种 凶星去干扰 去冲罩的时候 会出现这种情况 说七杀守命 守身命 陷地加凶 依此段 但是我们前面 其实跟大家讲了 说七杀 其实它 不落线 七杀不落线 在这个十二宫里边 七杀呢 除了在四害宫 其他的位置呢 都是妙望 在四害宫的时候 见到这个 紫微 那么它变成平的一种状态 这是合理 你可以理解的 但是呢 我们从这个 紫微斗数全书啊 不同的版本上 来去看的话呢 确实 对于这个 星的妙望 平线呢 有不同的解释 另外一套的话呢 认为七杀呢 也有落线的 这样的一种状况 但是 我们遵从的 或者说 我给大家 咱们去用的 是这个 就是 七杀不落线的 那种状况 贪狼 耸命 虽不加煞 或在三合照林 义主 淫义 这个 说的很绝对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 如家煞 现地 则男主飘荡 女主淫乱 秘云 贪狼三合 相邻赵 也学 韩君去窃乡 这个 偷乡 偷乡窃玉 这个意思 心好命威 一主寿 心独命雇 一妖王 这个就说的是 然后天的这个了 后天的你的这个 叫什么呢 就是 你如何去 积福积德 去改善命运 心坏了的话 总是做坏事 做贪当忘法 这种事情的话 你命再好 也禁不住 你这么造 这些金人 命有千金贵 运趣之时 其久长 树内包藏多少礼 学者须当 仔细详 慢慢去琢磨去 一点一点去理解 这个呢 就是古随附的 全部的内容 给大家呢 算是过了一下 那下面呢 是这个叫 女命古随附 诸解 女命 因为过去来讲的话 对男命和女命 它是有一个区分的 我们就接着这个呢 也给大家呢 接着一下讲 辅相之星 女命禅 必当子贵 与福贤 这个具体的呢 我就不解释了 就是说 其实对于女命来说的话呢 它比较看中于什么 天府天相 这样的星 因为本身呢 天府呢 是承载 包容 当然也包括有承府 是吧 稳定的一颗星 而天相呢 完全是一颗 这个辅佐星的一种状态 而且呢 这两颗星呢 又都能够在解恶的星里 所以说 这两颗星如果做命的话 对于女命来说呢 是非常好的 所以叫 子贵福贤嘛 这个样子 所以看女命的话呢 一看福星 二看子星 它还是这样去论 我们今天的话呢 这个 不能完全这样去说了 是有变化的 跟男命呢 这个差别不太大 那么它这小字里面说的是什么 说武功安命 二星做手 假年圣人合格 我们简单讲一个 就是说 比如说 天府在武功 做命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它和武曲 和武曲同工 而且这个时候呢 天府和武曲这两颗星呢 都是旺的状态 所以它本身的这个状态就是比较好的 再加上假年圣人呢 假 是吧 假连破五扬 连针呢 就在这个财博宫里面画路 所以说 它就下面说的一些个 说假年圣人合格 或者是什么 什么年圣人合格 只是什么的 加了这个四划星之后 它的三邦四正 带来了这种路权科的这种影响 导致说它的这个 格局高了 成都要合格 其他的呢 如果 那其他年出生 你这个路权科都躲开了 那就还是普通的 连针清白能相守 所以这只是连针清白格 连针清白格呢 是专门针对女命来说的 这样一种状态 它指的是什么呢 这个 连针在身攻 引攻做命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是在未攻做命 这个里面呢 它都说到了 然后呢 不同的人 不同年出生的人 曾认为叫哪年出生的合格 就是这年 对他来说呢 又见到了这个路权科的这个四划的关系 对他带来这种好处 因为连针呢 是一颗这个叫富桃花星嘛 是不是 连针清白的意思就是说 叫万花从中过 片叶不沾身 或者说女人呢 在这个这个 很多的男人 这个圈子里面去周旋 但是呢 能够洁身思好 这是非常难得的 更有天童 李毅然 天童也这样看 天童呢 跟这个连针的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端正紫微太阳星 早遇贤夫 性可平 因为他说的是这个紫微和太阳这两个星 能够遇贤夫 是这个意思 他说紫亥 四亥三公安命 二星做守族 富贵 这个说的也是比较 不是特别严谨 那你比如说 这里面讲说太阳 太阳在亥在子安命的话 的落线 这个状态呢 不是很好 给大家呢 这个参考一下就行了 但是他的四公 太阳在四公是OK的 那么紫微来讲的话呢 在四亥子都没有问题 个别的有问题 太阳引到五 欲集中师父 然后他的理解是说什么呢 小字的注解是说 太阳武功安命 定主富贵 现地平常 这个说法也没有错 但是呢 跟这句话呢 恐怕有点出路 他说太阳引到五 太阳的话呢 是从引到五 这几个宫位 尹卯臣四五 这五个宫位呢 它是妙望的 所以这个时候 太阳的状态都是佳的 只不过呢 到了武功的时候呢 就这个状态更好 称之为叫日地中天嘛 那么当然的话呢 这个格局呢 会带来好处啊 左辅天魁为福寿 右臂天相福相邻 这个也就没啥可说的啊 其实说的都是这些个吉星 这些吉星如果能够 能够跟你同工 在命工或者升工的话 显然是能够给你增加 这种吉星的一种属性 但是呢 也得分嘛 在这里面就没有讲 也得分分什么 比如说像贪狼 舞曲啊 这样的星 他就怎么样 就不喜欢跟这个文昌文曲在一起 但是这个辅星和和这个奎月来讲的话呢 相对来说呢 对于这个 嗯 十四和主星啊 不管是文 文的星还是武的星 吉的星还是凶的星呢 基本上不太挑 只不过呢 只不过呢 他的这个 加持的程度啊 有差别 就是说 需要不需要 比如说紫薇 建的这些东西就太好了 但是天机建的这些东西 不是特别的给力 因为他这个星的 本质属性不一样 我们看一个这个案例啊 这是个男生零八年的 零八年的话到现在呢 十四岁啊 还是个小男孩呢 那么我们看呢 他是这个天机和太阴 在深宫作命啊 然后呢 建造了柯鹿 在财富宫里面呢 建造了花拳 是吧 柯拳鹿嘛 这三七家会了啊 三七家会本身的是 是非常好的一种加持 然后呢 财富宫里面有个地劫 千亿宫里面呢 有一个火星 所以像这种状态来看的话呢 这个地劫比较讨厌啊 他待在这个财富宫里面 显然会对 会对这个求财理财 有一定的一种影响 天同在这个位置上画权 说明什么呢 他很想 很想在 这个 求财啊 或者是赚钱 这个上面呢 有所表现啊 但是呢 这个地劫呢 就是总是会啊 你转来的话呢 就会有花出去啊 转来的话呢 就有地儿 就要你花出去 这样的一种表现 那么我还是说啊 像这个积月同梁的这个格 对吧 积月同梁呢 去做职员是比较 是比较好的啊 像这个 路全科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也有考公务员 这样的一个基本条件 就是你去 你考公务员 然后去从事公职啊 然后在公家单位里边呢 去公职 哪怕是这个普通职位 也是啊 也是会比较稳定的 从这个上面来看的话呢 应该 因为他三期加会嘛 不太容易是普通职位了啊 应该是还能够有机会的了 但是呢 我们看在这个福德宫里边呢 聚门画迹啊 福德呢 代表一个人的精神感受啊 内心的一种满足的程度 或者是人的 世界观 人生观的问题啊 聚门呢 在画迹啊 所以说啊 容易怎么样呢 容易对人生啊 会有很多的看法 看点 抱怨也会比较多啊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对于 这个福气来讲的话呢 就不是特别好啊 就 福气就减弱了 因为如果你整天傻呵呵的 乐呵呵的 也算是一种福气啊 你每天都看到社会上 各种阴暗面 各种这个 这个 揭发出来那些个问题 也会给自己造成很大的 这样的一种 内心的这样一种困扰 所以说这个点呢 得慢慢要去放它 要去把它去放掉 或者说是什么呢 把这个聚门画剂呢 给它转化 转化成什么呢 那种聚门剂啊 做变成一种 你事业上的一种特点 比如说做 比如像我们这种 做咨询是吧 专门解决依赖问题 福德跟命宫也是有关系的啊 它跟你的这个 人生的这种状态呢 也是很密切的 是吧 因为天同这个画权 是很想帮助人的啊 但是这个地结呢 又力量是有限 火星呢 也会有点干扰啊 所以这个地结和火星呢 都带来了一种 技术性的 技术性的这样的 这种特质啊 所以说 还是要掌握个 一技之长会比较好啊 在事业上的话呢 这个技术呢 是用得上 那么我们看一下男生啊 这个男生 08年啊 08年 阴呢 它是正好是立春这一天出生的 但是呢 时尚没到啊 就是还没到屋子 应该是到丁亥 这个 所以 像这种情况的话呢 就很容易出现错误 那就是阴南啊 阴南的话呢 大运是逆行 大运逆行 命功 第一步是不错的 对吧 这个天机 太阴 陆科 这个是不错的 你也可以列成 说 它本 因为它本命里边 是带科的啊 那么读书方面呢 应该是会比较 比较擅长 或者说读书的话呢 应该不会太差 考学啊 这个样子 然后 大运逆行走在第二步 第二步的话啊 这个 天府 青阳 青阳是入庙的 这个 这样的一种状态 这个是什么呢 相当于是 15岁啊 15岁呢 走在这一步 然后呢 25岁呢 走到这一步 啊 读书啊 读书呢 会遇到什么呢 遇到 这样的一种状况啊 外边是 连针七杀 然后呢 天相 右臂天魁 这个是左府 就见到左府右臂 但是这个 仓曲的星呢 没有进来 仓曲的星没有进来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钉 是吧 钉呢 就是人 人鬼 甲乙 丙 丁 丁音 同基 天基 天基 又 画科 这些画科呢 在这部大运上呢 没有 没有这个 带来什么好的影响 所以说 在这个时候啊 15岁以后的一个读书表现情况的话呢 就不是特别的突出啊 比较平常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然后到25岁的这部运啊 太阳露存啊 太阳旺 露存这种状况是非常得力的 专门 专门什么呢 说明 出入事业运的时候啊 这个十年 25岁以后这个十年 因为露存的这个同工会 会怎么样 赚钱会很容易 但是呢 又花掉了 是这样一种状态 然后呢 那么 走在这部运的夫妻宫 建了一个地结 夫妻宫建了一个地结 说明这部运的感情上面呢 也容易 有波动 是吧 坎坷 波动 这样的一种状况 等到走到35岁的时候啊 35岁走了这个 无曲破军 无曲破军的话呢 这个时候 适合这个 世界上的闯荡了 对吧 又建了天马 天马就容易往外去奔 往外去走 所以 我们看 无曲破军 然后建连针七杀 建到这个紫微贪狼 它是这样的一种组合 这种状况 外面建到天象 右臂天魁 基本的这个面是不错的 因为它没有建到凶星的这个 来去干扰 相当于30多岁 这个这部运是不错的 但是呢 这个 夫妻宫的状况呢 其实还是不是特别好 对吧 左腑 一颗单星 然后呢 又遇到一颗零星 这个状况不是特别好 再往下呢 走到40多岁的时候 把这擦掉了 走到40多岁 走在这部运的时候 人鬼甲 甲连破舞羊 那么 也没有遇到这个色化星进来 因为它本身有一个画权 跟那个地节呢 怎么说呢 就是说这个天童本身呢 它比较散漫 画权以后再加地节 去跟它这种竞争和刺激 会相对来说呢 是会比较努力的 但是你看外边有一个巨门画剂 这个巨门画剂是比较糟糕的 所以说容易产生口是是非啊 这样的一种问题 而这部运的话呢 等于是40多岁 40多岁的时候 这个夫妻宫 哎呀 又建了一个火星 没有别的 这个也还是比较糟糕的 有同学问说 老师你看这个大运的某一个工位 为什么不看三方四正呢 其实也看 你说这一部大运的这个夫妻宫 你说看三方四正 是看到这个样子的 应该是对吧 这是荧幕须 然后呢 再看这个对面 就是外面再好 你关键是家里面这个星太糟糕了 对不对 就是说那些好的东西 也只能是努力的去调和这个火星 所带来的这个不利的状况 能把它完全调没了吗 不能吧 更何况你还有一个巨门剂 也过来了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个 就是医生的感情运差一些 事业运呢 还是还是可以的 等走到 那这是多少呢 这是五十多岁了 五十多岁的这部运呢 左府和灵星的话呢 见到 见到这个子滩 这部运 走在这里 见到 见到子滩 见到天府和情阳 然后呢 还见到这个天象 叫什么呢 辅相朝圆 自辅朝圆 就是 这是五十多岁的时候呢 状况呢 还算可以吧 因为你本身 你这个 命宫里边 命宫里边这个 状况呢 是没有主星的 然后这个灵星呢 就会比较 受影响 其实在这一步的时候 我们看在这一步的时候 他还受到了一个 地空和地节的这样的一个 加命的一种影响 这是多少岁呢 就是二十多岁的时候 所以说 你这个 加了你的命宫 然后可以跑出去 跑到这个天象 这个边来 对吧 这样子的 这个 我是 这个 跟 跟咱们学员啊 孩子妈妈 其实聊过这个 将来去 从事哪一个方面呢 所以说 孩子呢 对于这个 咱们玄学院呢 也很感兴趣 所以说 所以说 他如果将来的话 走玄学路线呢 其实也是 也是可以的 也是不错的 因为这些星都是 天机啊 天同啊 天梁啊 这些星都是玄学星 再加上这些个 我们看到 这些个 像地节啊 火星啊 这些星呢 带有技术性啊 也可以 可以从事这个 因为走到后边那时候 从天同这开始的时候 就带有这种性质 那关于这个案例呢 咱们就讲这么多 大家下节课再见 明镜啊 明镜啊